情侶 曾經有一個朋友 提出一個朋友想找我看名字 找我之前也想問三個問題 就是我說 OK 想試試吧 OK 就給我一些資料 他又给了他男朋友的名字 出生年约事 我看了半个小时后就回复 想问什么呢? 第一件事是问 什么时候结婚? 我说那一年结婚 我也是记得那一年去任他那一餐的 第二个什么问题? 他说做什么职业? 我说了三个职业 电脑、电子和石油 很特别的 石油比较偏满一点 但我觉得有机会是做石油那一类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问我 他有没有小朋友? 我说如果单单看男的八字 男的看起来就没有仔细 如果要有宝宝 你要给他老婆的八字我看看 他老婆有 那有机会有 不然的话单单看他老公 基本上不是不容易有 是应该没有 接着他回复他的朋友之后 就可以了 约时间出去见面 即使每个生关都可以了 每个生关都可以了 然后原来出来了 看到那些朋友是很富有的人 职业上原来真的是做石油买卖 所以跟我说赵师傅挺准的 也看得出我做石油 我不知道香港有做石油的 不过我觉得有傾向 这个八字傾向做石油 那他真的是做石油 原来是做石油买卖 事后之后聊完吃完饭 那我出去就走 那老婆在后面 刚才静悄悄地跟我说 赵师傅挺准准的 知道我老公不容易有 但是看完之后 他说他老公是很不容易有 是试了几次IVF才能生孩子 这个情况就是在老婆里面看到 才有个知识性 改名都要看时机怎么看 改名不是慢慢想想想 有时讲timing 刚才有时为流年和流月好 而你在那段时间之前做了 那就摄得到 否则过了就摄不到 最好一出生 你一出生定了就定了 没有中途改名 有的有些人找我改名的 就是中途改的 那些通常都是感情受过厂商 而想把之前的X是完全忘记 而想X都找不到他 就不断改的 改名又有什么要注意 基本需要些什么 就不代表欠什么 就加些什么 譬如他的八字是欠金的 但不需要金的 是需要火的 那名字就给点火了 外面很流行 五行欠金 名字更多金 那字是三个金 全都多了 是的 那音字 未必的 真的未必的 外面很多父母都有个想法 通常说八字欠金 加多些金 那就对了 基本上是不对的 用字方面有什么要留意 我发现很多人 改名字完全不懂得读 但问题再 名字是有五行的 有五行的性质 那你有五行性质 你也要被人说得出才行 你给个名字 别人都说不出 那有什么作用呢 中文有五行 英文都有 英文都有五行的 I的就是木 W的就是水 很形狀 你想传水 WILL 除非你真的需要水 公司改名怎么才对 开公司 找我改名字 都想生意的路 其实改名真的很难 中文字有五行 有音 有意思 你要把一个人的八字 再配合你这个公司 再找一个很配合的名字给你 去令到这间公司有一种 容易被人记忆 甚至乎是 令到公司的生意 甚至乎容易有贵人问你 是很难的 那些人会找我看风水 看家伙有没有那些 XX 那象一定是在家里 遇到一些XX的事 他会到医院 花钱和破财 他不搬 就你搬 多多